其實你還信不信塗表這件事呢 我記得當時年中的訪問有問過你一樣的問題 但最終沒有出道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就是因為港股用塗表未必太過好用 反而你說美股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實際上 應用在美股是應該好得的 但是港股又好像 現在你單純用塗表又可能失色一點 你要配合很多 譬如基本分析這件事 那你覺得塗表這件事 是不是還是你心目中的首選去用呢 當然你譬如很簡單 用一個例子700 大家都明白的 原來就是因為政策突如其來 什麼塗都玩不成了 這個我承認 在這個層面上 短線來說 確實你看到了 本身浪著 我可以承認就是 在一兩個禮拜前 我都還在說 在說你洗了 美團洗了 希望它不用洗 至少業績之後都能捱到 希望它可以帶起恆生指數 那這一棍是遇不到的 那這個就是你們所理解的 就是說 圖表分析沒有用 因為政策說來就來 但是又這樣說 如果大家看看市 看看板塊 看看過股 說真的 它是短線 放在這裏 但是那一刻 其實是什麼走勢呢 都是跌浪 橫行而已 說真的 跌浪裡頭 什麼時候開展 繼續跌 又是不是真的完全意外呢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哪一天 大跌 是沒有辦法 用圖表去分析的 但是趨勢 沒有好 又是事實 其實是持續的 那至於老實 如果你跟我說 說圖表沒有用 否則都不會輸錢 那我寧願自己吃了這隻死貓 是我自己沒有嚴格遵守止蝕 是沒有那個所謂紀律 我都不會賴這個圖 沒有用 那說真的 你看看 如果恆生指數 現在看到五線空頭的 所有股份你都預約了衰 餐罪衰得多衰得少衰得快衰得慢 衰是一定的 你看到圖的 那所以我又會覺得 那我寧願你說我衰了 你就不要說圖表沒有用 因為我覺得 圖表其實可以應用在港股 亦都可以應用在美股 不過我很同意你剛才一點 你會覺得美股可以應用多少少 美股沒有那麼多政策 driven的 嘩整個裂口 嘩整支音 就近舉個例子就是上個星期五 嗯 起碼你看到美股不會突然間這樣 那所以這個情況是在於 暫時來說確實是的 那大家也都一直知道 中港是一個政策事件 尤其是A股 那所以這個情況 我又覺得 圖表不是沒有用 不過就是你拿不拿得準 那個止蝕位置 這件事我承認有改善的地方